站在这里看这座大雄宝殿 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一人一车 打卡全国客家乡镇 大家好 我是成都阿雄 我们现在来到了江西贯州 贯县的田村镇 这里也是一个客家古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诶 诶 诶 你好 诶 我是外甥过来这里旅游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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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电话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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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诶 诶 你好 诶 好 诶 诶 我立晚转 诶 诶 诶 你去看 诶 我们到田村这里 然后遇见一位叔叔 反正说要准备采访他 结果他电话就来了 我也不好意思打断他 那我们现在到了田村的政府这里 把车停在这里面 这里面有个停车场 现在我们去街道上 逛一逛 看一下田村镇 这里就是田村镇的便民服务中心 这边风景空气都特别好 刚才我们就是把车停到这里面的 这里面是田村的政府 旁边就是街道 我们现在来街道上逛一逛 在街道的这里看见有一个雕塑 不知道是用铁还是钢雕出来的 上面有一个圆球 又像一个钩子一样 不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含义 这个田村镇的街道很有意思 刚才我应该是在老街这边 下面这里应该是新的街道 这边还有陡坡 我现在应该是相当于在坡上 山上 现在外面的温度有36度以上 所以街道上基本上看不见什么人 都在家里面吹空调吹风扇 所以之前在其他乡镇的时候 我都老想说怎么看见没有人 因为基本上都在家里 外面太热了 看见这里面还有一条小巷子 不过这条巷子进去感觉应该都是住人的 我们还是去街道上逛一逛 刚才我是从盖县的县城 客家文化城 然后一路开车 开了40多公里 到的田村镇 刚才路上一路都是山路 丘陵到这个地方 但是来到田村镇上 看见这边还是挺繁华的 街道上人也特别多 看前面都好多人 走到街道的中间 看见这里还有一条小河沟 然后对面应该都是居住的老巷 哇我发现这条河沟里面还有鱼 看见没有 有一条金鱼 金鱼旁边还有有点像鲫鱼 哇这边这个水质还是挺好的 哇好多条金鱼啊 不止一条 发现前面这里还有好多鹅啊 这个是鸭子还是鹅 应该是鹅吧 大家可以看见周田镇也是在山的旁边啊 四周环山 然后也有河 前面这里像是田村镇的客运站啊 现在很多镇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客运站了啊 田村这里还看见客运站 看前面就是大巴车 应该是到赣州的啊 看上面写的到赣州赣县的 哦到赣县 田村到赣县的车 看镇上这里还有一个田村镇商劳中心 这边还是挺繁华的 这对面就是田村的客运站 看见没有 江西赣县昌运 外面实在是太热了 刚才买了一个雪糕 这个雪糕一块钱啊 吃的两块多了 我们继续到这个街道上逛一逛 我之前听当地的客家老乡说的 这边有一个寺庙啊什么的 很有历史年代了 从这里进去应该是田村的龙帽市场 就是菜市场 过来这边逛一下 田村龙帽市场 现在下午嘛 不过这边的龙帽市场修了房子啊 这边商铺的门都是关着的 因为下午了嘛 可能要早上红须的时候才会开门 在这个龙帽市场的背后这里 还正在修房子啊 下面这里还有一座老房子 看 上面这个都是用的土砖 看见没有 以前那个年代才有的 从这个菜市场过来 然后看到这边 应该就是之前老乡说的那个寺庙 因为这个造型很像 旁边这里还有一棵古树啊 看这个树好大 比房子都还高 我们来这棵古树下面看一下 哇 这个古树好大好大 应该至少也是有三百年以上了 看见没有 这也是一棵榕树 这里有一个牌子 上面有介绍 我看不清楚了 人因西的看见是榕树 榕树的旁边这里应该就是 之前老乡说的那座寺庙 我们看一下门开了没 开了的话 我们进去里面逛一下 我们看见这座寺庙 上面写的是气增市啊 这个字应该叫念气 门打开的 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 一进来就是一座这种的建筑 上面写的是天王殿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大殿 我们走这旁边上去上面看一下 哇 这里修的好辉煌 上面写的是大雄宝殿 我看见在大雄宝殿的旁边 还有一座罗汉殿 看见没有 这个建筑都是古色古香的 我们中国文化的团成 站在这里看这座大雄宝殿 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特别是这个建筑啊 真的是非常的有我们的中国风 我们现在从这里上去看一下 看一下上面是什么样貌的 诶 这里还摆了一口缸 缸里面还种了有荷叶 以前应该还开了花吧 这个石梯两边还种了有很多盆栽 看上去特别好看 中间这里还有一个雕树 这里雕刻的是龙 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道门进来的 这座大雄宝殿的后面 还有一座老建筑啊 看见没有 这个瓦都是青瓦 小瓦以前的那种 大雄宝殿的旁边 这里应该是生人或者工作人员 住宅的地方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看见的罗汉殿 看这个建筑都是古式古乡的 非常有年代的 看这座建筑上面 这里还有这个雕刻 非常有我们的中国风 这边应该是田村的一条老街啊 这里还洗的是凉油店 只有老街才是这样洗 非常的有年代历史的 在老街的这里看见修了一个新房子啊 这里显得很独特 非常现代化的房子 然后周围都是那种老式风格的 唯独这里修了一座非常独特的房子 走在田村的街道上 听见当地老乡讲的话 大多数都能听出来啊 他们讲的是客家话 而且他们客家话的口音啊 跟广东那边的就很接近 感觉这边的客家话 跟之前余都那边 还有瑞京那边的客家话 就有点区别啊 口音有点不一样 像余都和瑞京那边的客家话 我就听懂很少 但是这边的客家话 慢慢的听 基本上能听懂60% 80%左右 走在这个田村镇的街道上 还是感觉很亲切的 因为听见当地老乡讲的都是客家话 很容易就听懂了 然后今天的田村镇 就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打算去 白鹿乡的白鹿古村 去那里看一下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白鹿村再见 视频看到这里 没有点赞关注的老乡 记得关注